在这啊 编辑嘛 这一个吧 不是 bill打了 好 哎呦 怎么怎么喜欢写下面啊 转到长 好 下面这一个是一个什么 这一个就是我们编 编译代码 好 下面来一个 看我这 我给它上一眼 我先不说别的 我编译代码的时候 我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我如果说 我要编译的是 这里面这个麦克 我看 哈喽点C吧 好 我现在哈喽点C呢 我把它放到这个code 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要紧接着我看一下 这个哈喽点C 这是完整的一个哈喽QT吧 现在呢 我要编译它 然后紧接着我怎么编译呢 由于我们配好环境了 我给你看一下CND 我现在配好环境了之后 我可以用GCC 然后紧接着我来一个路径 把一个路径这边写 然后后面是不是谁啊 哈喽点C 然后我编 我编一个可行程序 我现在的路径 我还是放在 我编一个哈喽 这个能跟上吗 就是我用GCC 给你带一个路径 你编你这个哈喽点C 然后后面呢 我的这个可行程序 我也放到这个路径 可不可以 来一个回车 有了吗 点鞋干的时候 它可能影响而过 那这个我先不用管 那接着就影响而过 由于我没有暂停嘛 那接着你看到一个地方 就在于我如果说 我要编你这个代码 最后面我是有这一串命令嘛 好 我这串命令 我拷贝一下 嗯 好 我这直接写了吧 在这里面 写到下面啊 我是GCC 这一个 哎 考了 刚才 好 假如说 我在这 我现在没有中文路径 我掉这个函数 SY TM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 放进来 那不就掉你那个GCC命令了吗 是吧 就这样编了 但是问题在于 这些都需要多少个编线杠 对 需要两个 因为你是转移制服 每个地方啊 这边有了 是吧 好 现在我把我那一个 先把它给干嘛 这个给关了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这个整网了 之后 我现在来编译一下 好 这一个小个 哦 小个分号 是不是 接着回到我们这 那现在在这里面 我只要一按这一个 他掉这个命令了吗 对的 好 等会 有了没 那下一次编好了之后 我可以掉用你吗 那我掉用你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是哪一个 你是不是 哪一个那种 完这里面的完整的一个路界 好 接着 是不是来一个哈喽啊 你这个路径 后面掉我这个哈喽吧 回车 有了吧 那现在在这呢 我编译完了之后 我在这里面 我编译完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掉你这一个 好 接着 还是这一个 是不是 来一个啥 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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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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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掉用你这个程序 可以吧 那我来掉用一下 好 编译运行一下 我先编完 接着再掉用吗 这不一样的一个道理吗 好 现在来一个 先编 再掉 但是掉了之后 没发现你闪了过 好 接着 在这个Windows的地方 有个秘密 可以让它暂停 CMD 有没有看那个 是原来的一个 加个 斜杠K 这一个是Windows 就把你这个 这个终端 给它暂停起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哪一个 有了吗 好 现在这一个呢 我们是写实了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正常就编一期 我要编的代码 不是写实了吧 我要编哪个代码 我要编哪一个代码 是不是我要编译的 在这里面 看这里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写 核心就这么个功能 关于你怎么来 让它更完美吗 那功能就实现了 我要编的 是不是我 譬如说我打开桌面 有一个 譬如说在这里面桌面 有个code 我要打开这一个 是不是我要编的 是我打开的 这个文件 或者说我要保存的 那个文件 是这样了吧 所以我要编译的是 我要打开的 已经打开那个文件 或者我已经保存 那个文件了吧 那接着 现在问题在于 你有打开那个文件 路径吗 你有保存的 那个文件路径吗 没有吧 那怎么办 有些人说 我再获取呗 但问题在于 你已经打开 已经获取了吧 所以说 我现在做的操作在于 你在打开的时候 是有个路径 你在保存的时候 有个路径 当我把这个声明为 传局变量 我不就有了吗 试下了吧 能想到吗 所以说我不用局部变量 我这个不用了 我不用局部变量 看着打开这边 关闭这 还有这边我不用了 然后紧接着 在这里面 我在上面 我写一个传局变量的路径 然后接着是这个类型 叫做 PA 贴取 好了 接着有了这个路径 你是不是一开始 给它清空一下 等于空了 出手画一下 不让它以为有了 是不是 好 我这个路径 当我打开的时候 看到了吗 变了吗 不是局部变量 是什么变量 传局变量 好 当你保 这个刚才是打开 当你定存文的时候 也是了吗 然后紧接着 好 这两个我先屏蔽了 这个不用了 那紧接着 在这儿看一眼 我是不是就可以判断 如果PASS 等 如果它等于空 is anti 那我是不是代表 你没有路径啊 没有路径 我是不是就中断了 好 接下来我打印一下 这个路径 好 这个PASS 等于 哪一个 PASS 这里 那我编译一下 看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结果 我看这路径 能不能出来吗 没有中文路径的时候 好 回到这里 Open Open完之后 我只要稍微打开它 打开完之后 我先来一个编译 编译 看到了吗 打印这句话 有没有这路径啊 有了吧 那就说明 前面你做的操作 好 有些人说老师假如说我重新来 我在这里面 我没有打开 我直接编译 直接编译 不行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路径是为空的 好 现在有这个路径了 好 有了这个路径 那假如说我打开路径 就是我刚才编译那个路径 回到这 这个hello.c 好 接着来个编译 现在这个路径有了 这一个 好 我编译 拷贝一下 假如说我打开的路径 我不打印了 我的路径就这种 我的pass 等于这一个 好 现在 现在你看着 我gcc 这个路径有了吗 有了之后我是可以编译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就在于 我编译成一个可执行程序的话 我需要在这个目录的地方 放的是和他名字一样 那紧接着我只需要把这个字符串的点c去了 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一 另外一串字符串 就这一串字符串 是了吧 所以现在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就在于 我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需要把你这个点c给去了 那我怎么给去了呢 好 我现在再写一个字符串 好 我写一个字符串呢 我写一个就说 我一个是一个可执行程序来的 我的demo 我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先把你这个接过来 我先把你接过来 原来这份我不改你的 我接过来 我这个demo 我要组成这么一个字符串 然后紧接着Qt里面有一个叫做demo 你要replay 我要替换 怎么替换呢 我把原来的点c 我替换成空字符 就这样 我把原来的点c替换成空字符 这一个意思就是说 把demo内部的字符串 原来的点c替换为什么字符 空字符 好 由于你是把原来这字符接收过来 我pass这字符串 还是原来那个吧 然后接着这个demo 是不是说是可执行程序 然后紧接着我打印一下 看它替换没有 可以吧 好 我打印一下 这个是叫after after 然后demo等于 好 来一个 demo 好 下面 我在下面再来给你打印一下 打印什么东西呢 我打印一下你后面这个demo的话 是不是在前面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有个对比吧 可以吧 啊 好 我们编译一下 呃 又放这个错误 好 我们打开一下桌面 桌面 code 这一个点 好 没按按钮 是不是 按一下 首先看一下before的时候 有个点C after之后 没有了 是不是 直接替换了吗 好 这个字符串有些人说 怎么可以这么强大 QT做好了吗 你想想你真正做开发 用10语言的时候 你怎么弄别人QT都做好了 什么叫高效开发吗 图形界面这种啊 特别是图形界面 你更新换代挺快的 好 这个整完了之后 现在来一个操作在于 你是不是需要组成这么一串 字符串来编印代吗 那我组字符串的时候 好我来一个 你不要用S printf了 好接着这一个 我这一个叫cmd吧 可以吧 这是我的命令 我的命令的时候 在这里面 我这个命令啊 这cmd一个 这是一个命令 好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呢 我用QT的字符上组吧 好 接着来一个 是不是来一个gcc 啊 这边写一个 gcc 如果用s printf 这边要用个摆放s吧 后面组个字符创 后面写一个-o 然后接着后面写个摆放号s吧 如果s printf 现在不是 这边写个摆放号1 这边写个摆放号2 然后紧接着你写一个点 arg 好 接着 下面把你这个pass 后面再打一个 我先把这个整号 把这个什么呢 嗯 demo 好 这一个就代表着 把我pass 放到摆放号1的位置 把我demo 放到摆放号2的位置 最终你组成这个字符创 给成谁了 给了cmd了吧 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一创 当然它没有两个反鞋 内部自动转化 那接着我们看一眼 这一个我屏蔽了吧 这个我不要 我可以不要了 我上了吗 你到时候自己测试 好 现在呢 我看一下这时间点 时间点 哦不是 打一下 cmd等于 cmd可以吧 好 组成这么一个字符创 现在来一个build 哦 没有 你要先干嘛 打开一个文件 好 先来build 你看一下 gcc 哦 这一个之后 刚哦 这一个有了吗 又进一步了吧 那紧张 有了这一个之后 下面来一个操作 就在于 你开始 是不是调用 一个啥 system 把这个东西调一下吧 好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 如果有中文 需要什么编码 又是这一个 需要这一个gbk 然后我们同时 将 是不是 kill 失去 转换成什么 转换为谁 是转换成 插情来操作啊 你掉system 里面插情了嘛 好 所以在这里面 我调用这个system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会有个ret 我看到返回值 等于system 然后紧接着 你掉的是cmd里面的 是不是我要 掉了谁啊 我给你做一个 下面 我直接放里面了嘛 cmd里面 我应该这么写 我要一个转换嘛 code c里面谁 for谁 fromunicode 然后紧接着 把你这个cmd 整过来之后 后面写个啥 data 是不是一样了 我不分布了 然后紧接着 这个整完了之后 接着给到说一个地方 我给你打印一下 这个返回值 可以吧 好 ret等于 看着这里 ret 为什么打个返回值呢 好 现在来一个 编这个代码 好 我们看一下 来一个 这一个 open 打这个c 点这个 好 编译 编译 返回值是多少 零嘛 我这代码是正确的 是不是 好 我给你打开一个代码 不正确了 哪一个代码不正确 桌面有一个abc的 这个肯定不正确了吧 我再来编译 看到了吗 编译 多少 一了吧 也就说 也就说 如果你编译的代码 不正确 那它返回值 不为0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返回值代表着 如果 编译 的代码 是正确 正确 然后呢 是不是我们system 返回值 为什么 0 所以我在这里面 就通过这一个 我就可以判断 你到底 你代码是出问题了 那接着我们来判断一个 那接着我 如果 IT不等于0 那说明出问题 出问题 你有没有必要往下走 没有必要往下走 然后如果出问题 你没必要往下走 如果能 能执行到 执行 执行到 这一步 说明 是不是 代码 编译 成功 那接着这样代码 编译成功 是不是我们需要 需要 执行 什么东西 执行我们的 程序吧 那执行我们的程序 是不是说 我再来调用你的demo 就搞定了 你的demo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 这个demo 最后面这里面 是去了一个点C 我就要调你吧 就像你说 我调了时候 是调这一个东西 我要调你吧 但是问题在于 我需要加上这一个 需要了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 我还得需要重新来组一个 制服创一个包 我重新需要走一个制服创包 那接着我 我接着在这里面你看到 那接着我们的demo了 是等于什么东西了 它是等于这一个到下面的时候 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要组成这种 好 我再来 我多写一个变量 我让你有一个分开 这一个 我不叫demo 我叫target 目标 等于 我要组一个包 组什么呢 这一个是不是来个cmd 斜杠kr 让你暂停嘛 你结果需要暂停了嘛 然后接着摆放号1 那接着你在这里面呢 写个arget 后面把demo的东西整过来 那最终是不是 我这一串东西 放到这了 然后紧接着我开始干嘛 执行代码 那我就执行了吧 sister 又是这一句 好 接着 我是要执行你这一个 那我就执行 来一个 执行 s y stemo 下面来一个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来一个 code c 里面的 又是转了 from unicode 把什么整过来 是把我们的target 然后后面写干啥 data了嘛 好 接着这一个就是执行了 当你编成功的之后 我再来执行 让我们看一眼 好 把那个打开 做met 这一个 好 紧接着来一个 编译 ok 那接着当你那个错的时候 当你那个错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弄啊 好 你现在 看一下 如果有一个是错误的 好 我们来一个打开 打开在这 mac.c build 不会走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当你错误的时候 已经 到对了吧 但是这样不太和谐 因为你错误的时候 是正常让我提示一下 错误什么原因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 当他错误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看一眼 当他错误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做 我怎么做的呢 我重新给你 做这么一个操作 你不是在这里面 你有个cmd吗 我再给你组一个包 但是我在这里面呢 我这个代码是编译代码了嘛 我加一个cmd 就相当于说 如果你错误 我再来编译一次 但是这一次呢 我是干嘛的 让你降停的 你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看着 这一个代表 如果代码出错 出错 然后我再编译一次 但是这一次呢 实际上编译的东西 没发现这一个 和这一个区别 就在于 我要你暂停嘛 你这一个编译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编译 我通过返回 只知道你出错了 我再编译一次 目的就在于 我要你暂停 我暂停一个地方 是在于什么呢 我暂停一个目的 就在于 让你停在那边 看一下什么错误 好 让我们看一眼 我在这里面 我打开 open 打开谁 桌面的这一个micro.c 当我编译这个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次我编错了 不等于零 我重新再编译一次 让你暂停 我看一下什么错 好 来一个 原来出了这么多 LL什么东西 micro.c 这个都有了吧 然后接着 如果你在这里面 你看到别的 新开这种 如果没有错了 好 没有错这一个 好 接着没有错 没有错 就这一个能不能执行的 不能 那接着我就让你运行 是不是 好 来一个 再来 点击就这么来了 出错的时候 让你显示一些错误信息 只是说编译器 要做的更好的地方 它是在上面给你显示行号那种 我们就不用了 这些属于QT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里面 你看到我们的技巧就在于 排到这里 如果出错 我要你再编一次 我让这个窗口停在那边 我看一下错误信息 如果没有错 我在这里面干嘛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干嘛呢 运行点代码了嘛 好 接着在这边呢 稍微注意一下啊 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这两个大都知道 然后我中间呢 是砸了一些QT 怎么来弄的时候 我都是一步一步给它弄的 好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